今天的欧战动态 北约秘书长突然密访基辅 丹麦荷兰也宣布赠送乌克兰一批鲍尔坦克 克里姆林宫痛批 这已经踩到红线 视为挑衅 俄国国防部现在可能失老兵疲 兵源不足了 发布了募兵的广告 要补充兵源 继续站下去 乌克兰超过了13000名幼儿跟青少年遭到厄军绑架 被迫进行洗脑教育 而学校从校长 孤儿院老师 甚至到医生护士 都尽己所能 要保护机构里面的孤儿 因为他们会是最先被绑架的对象 俄国国营电视台的主持人在节目中鼓动 用核物摧毁基辅 甚至摧毁欧洲各大城市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战后一年又两个月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首次现身基辅 行程事前保密到家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直说 希望北约提供更多武器 否则乌军伤亡会更惨重 史托腾伯格的到访与说辞踩到俄罗斯红线 克里姆林宫强调特别军事行动原本目的之一 就是防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乌俄两军继续在巴赫姆特苦战 瓦格纳拥兵指控乌军拿居民当人盾 不过美国记者表示 一月份是当地近迁居民 有些是无处可撤 他们没料到俄军会杀红了眼 重兵围攻并狂轰滥炸一个小镇 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百姓的苦难 北约盟国荷兰与丹麦季二月份宣布要原污爆一坦克之后 四月二十日再度宣布将联手花费1.65亿欧元军援乌克兰 采购翻新十四辆 得志爆二式主战坦克 是否捐赠战机原污还要北约同意 但俄罗斯国防部正在说服更多民众参战 国营电视台播放的广告上 暗示着保全 健身教练与计程车司机等职业 都是可以放弃的 被俄罗斯国防部称为真男人的俄军 在战场上做的其实是杀戮恐吓邻国的妇孺 乌克兰南部一所特殊学校校长 俄军入侵时 百位学生中仍有15名特教生 或孤儿没有家人来带 他恳求别抓走孩子 俄国士兵勉强恐吓 就算是无家孤儿也会眷恋家乡 乌克兰情报单位调查显示 开战至今已有1.3到1.6万名乌克兰孩童 被俄军绑架带到俄国境内 进行洗脑教育 有些是幼儿或婴儿 因此住宿学校或孤儿院工作人员都非常害怕 露斯克的15名学生遭强压到恶战克里米亚 关押地点一换再换 不甘心的露斯克与男友追踪上千英里 花了五个多月 在美国志工和乔治亚慈善组织帮忙下 准备文件证明自己有合法监护权 终于在探视时带走孩子逃过边境躲入乔治亚 另一批在赫尔松的数十名五岁以下孤儿 就遭厄军开着大巴士去直接掳走 孤儿院老师们找上医院医护帮忙 把孩子贴上假的气切管与未遭病例 扮成加护病房里的重症患者 俄军一天来两次看名单了解病情 医护们都知道一旦被发现作假 绝对遭酷刑拷打 但他们确实成功留下一些孩子 免遭俄军绑架 奥德萨这名乌克兰东正教神父 就真的遭到严刑拷打 战争开始不久 他就被俄军抓走 电极 戳指甲 各种行求逼供 终于在最近换球时获释 有人努力拒绝让恨在心中生根 有人却以摧毁别人为乐 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一名主持人 就在谈话节目上 狠狠纠正思想不够正确的来宾 在这些俄罗斯主战派想要摧毁的邻国 人性中的爱仍没被摧毁 赫尔松医院内被假扮成病人的孤儿婴孩 后来被护理师领养了 TVBS新闻综合报导